我们现在来跟大家简单介绍要玩了 那么您先介绍看这个 你 我 他 同学们 欢迎所有的麻吉朋友加入麻吉同学会 有什么不会麻吉同学会邀你一同来学会 我会 老师有没有很多时候上课已经没有听到这种 太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会 现在都是低头 也不会跟你讲不会 很可惜对不对 所以呢 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在什么 把学生教会的成就感 您的画面我就借用一下 那 OneNote呢 您要做所谓的翻转学习 OneNote算是一个不错的翻转学习工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OneNote的这个 介绍 我们看一下这里 好 其实比较好的学习方法 是不是要课前预习 上课的时候练习就好了 回家可以复习 但是我们现在都变成 上课就是老师一直讲课 同学回去预习 好像很难 课后复习除非考试 哈哈哈哈 好 那就变成都是 都是处在压力下 但就不想学 一个东西要学得好 有两个条件 一个要用 第二个要有兴趣 对不对 如果两个条件都没有 那就 给我比例大量 烟害觉得不关紧压 那我们这个翻转学习呢 其实有很多啦 那您拿到讲 也是类似这一张 但是内容 我有再改变过 有再改变过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个 那么在OneNote里面呢 其实刚刚你老师进去之后 有没有发现 上面除了我的资料 还有很多其他老师的 对不对 当然目前大专院校这一块的 资料没那么多 因为OneNote他当初最早的就是 中学国中小这一段开始的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比较多是国中小 那高中专的也有 高中专的也有 那目前我知道像 易大医院啊 然后像我上次去那个屏东 疑洁医院那叫什么 我也忘记了 他们现在都有在导入 就是OneNote的部分 因为他不需要另外 什么样的付费嘛 用免费帐就可以 大概可以用到九成以上的功能 所以呢 您可以直接怎么样 用订阅的 也就是说这个就可以等同 是您的学习平台 像一般学校做学平台 我相信老师应该没有那么勤劳 去看别的老师的课程 很少 就算有可能也很少 对不对 一来认识 二来不好意思 三来 哈哈哈哈 大部分照片都是交助 我也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 比较好的内容 可能您都是到外面 其他人再去找 那这个呢 OneNote就是说 除了您在 用它来上课以外 其实你也可以去订阅别人的 或者在上面做笔记 都可以当做是您的教材之一 好 教材之一 那再来呢 我们往这边看 那么 如果您觉得我现在带一个使用者 已经不够了 我想把 应用在课堂上 那您可以自己建立所谓的 群组 就课程啦 群组 那你会发现 诶 你的 回馈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回馈就是 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因为我现在教室里面最缺少的就是互动 好 那群组呢 他这边的知识 比较是所谓的课程 就是教材 那么群组就像班级 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个 资料都会放在这个群组里面 这样我可以比较多的互动 可以比较多的互动 再来就是刚刚这边的 就是 这里有没有 群组 好 就是 对 是班级的一个概念 那 他本身呢 有很多什么 不同的那个 就是不同的测验类型 教材类型 所以呢 你也可以很方便去使用 那 可能老师会有几个问题 我在这边就先 跟各位老师提一下 您的这个课程跟群组 是不是会公布在网络上 你可以自己决定一下 不要公开 因为我以为部分是不公开的 对不对 因为有些可能 学校的课堂不方便公开啊 但是我都是公开延期的 那像我们今天这个 你就可以像刚刚一样 就直接就找到就加入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是完全免费的 他有付费方案 他有付费方案 但是免费的 你就可以用得不错了 等到你觉得 OK的 你想要付费再说 至少以目前来讲 我想付费他也不想收 不是因为我比较特殊 是因为 他们现在经营形态要再改变 他比较喜欢 就是 之前用个人方式收 就是收费 其实老师讲啦 老师愿意付费的很少 除非像我 我真的用很多嘛 那我愿意付费啊 对我来讲帮助很大 可是 对他们来说 他们更希望能够退到学校里面去 所以现在他类似像 学校数学平台 那样他们 会以后会主推就是 诶 能够用 整个学校都换的那一种 这个是像这样 那再来就是 1.0平台也可以上传作业 这是可以的 不过大部分这个作业 可能老师都会在学校做一些 学校不见得到这边来 再来就是 线上车验也可以进行 你的也可以做分类 甚至可以汇出 可以汇出 那国内有没有类似的教学平台 有 1.0是台湾的工资 在新竹 所以对我们来说啦 相对沟通啦 就方便很多 跟国外平台比强 因为其实我也用过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我用过 那另外这里 我有一个还没有写的特点就是 1.0其实没有提供太多 所谓的储存空间 它主要空间来自哪里 跟部国云端硬碟 那因为我们学校管生 现在是不是有部国代管信箱 请问部国现在代管信箱总量多大 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也知道 对啊 你们怎么知道 对啊对啊 摇头是对的啊 你都不知道摇头也是对 在这里 你看一下 因为空间无限啊 所以我不知道多大 所以老师好厉害都知道 因为如果您是用那个付费的 就是一般的 是只有15G 有没有 那他在这边会写是什么 剩多少 你如果升到15% 你就会开始紧张啊 跟我们那个用电量一样 有没有 储备电量不够 不行 你就要准备 啊 我要赶快看看 这里没有 只告诉你用多少 你了解 所以 你可以善用这个 那像我现在来讲 我的资料全部都放在这边 全部都在上面 像我上课的资料 上课的课程录影片 我都放在这边 那 这样子跟OneNote结合起来 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样了解吗 你就算15G 其实也蛮够用的啦 也蛮够用 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 更方便的 把你的教材整合在一起 因为OneNote 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您的资料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教材类型 有没有 OneNote里面 如果您的教材类型 属于 大家最常用的 有没有PPT 因为我刚有 那个陈老师 他给我偷偷用一下 他那个 数位学习平台 PPT 按下去直接下载 对不对 这边有没有这直接出来 然后呢 大家平常最常用的 有没有握的啦 因为只要云端 看得到的 都不用下载 直接在线上 有没有直接看 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对不对 所以老师应该记得 以前有一段时间 在做什么 教材数位化 都在鼓推嘛 你们在做什么 在学什么做网页啊 你们有觉得吗 为什么我用 我用office 就不是数位教材 一定要变成网页才叫数位教材 我又不是来做 来做网页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网页 只是因为以前不方便嘛 对不对 现在的话就是 你只要是数位化打卡 放在云端页上 那他能够变质 就可以马上看到 就不需要再转换 就不需要再转换 那你以后更新是相对比较方便 也不会为了这个 还特别学什么 有转换的方配语啊 就是像这样 那PDF更不用讲 对不对 PDF更简单 所以 像这样子就 还蛮方便的 这样你有了解这个概念 所以 这个是OneNote他 一个特点 当然 他还有特点就是 他对于这些统计的资料 统计的资料 相对的 会 比较清楚 比如说我给您看一下 像这个 我总共149个 所以我的群组比较多 因为我上课的资料 我会到处游走四方 但是 我所有资料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你看 这个是昨天上的 这是远距课程 跟台东的 我住台中 但是 要到台东 真的我发现有点困难 对 用飞机飞过去也没有直飞 要到台北再过去 所以反而有点远 那这个15堂课 我就是远距的课程 好远距课程 那 这个呢 是我在学校 上课的 上课的 那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 我们想要知道说 同学到底有没有认真看 这些内容的话 把它打开 有没有看到 没有过关的马上跑出来 对不对 正在看的 有看的 那如果他是看影片 我还可以知道他看哪边 你看 这位同学就是跳着看的 有没有 点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他看 两分多钟这里 三十秒这里 这样你知道的吗 这样有没有比较那个一点 这样老师有比较机车一点吗 像这个同学就有认真 你觉得自己会同学很认真 因为他 你有没有发现颜色不一样 因为他有看两次以上 你看上面 对啊对啊对啊 对哦 这样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跟 学校的数学 看起来比较不一样 对 我们的目的不在监视同学 我们的目的在什么 在了解同学到底为什么啊 或者他有看什么啊 这样老师要做补充也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不然你每次都补充百分之百给你 结果 你的活力百分之百 他们是接受度 零 这样不是很难过吗 为什么 你辛苦准备很久啊 他们觉得我会的啊 老师你就补充那个我会的 对不对 我们就要补充他不会的 这样对 他们来讲是不是要帮助 当然右手边 我们在右手边这边 其实也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工具可以用 有一些工具 包括什么随机抽的 那些都还好 等下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这样OK吗 所以 简单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OneNote的一些特点之后 待会我们就要实做看看 我们就要实际上好 那我们就要实际上好 很难 我们就要实际上好 我们就要实际上好